最近这个联合国在这个纽约开大会 所以你看到这个各国的很多是领袖啊 外交部长都到了 那王毅也跟了很多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黎巴嫩也好啊 伊朗也好啊 等等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见面 那9月23号呢 就是日本外相 当然目前是双方中日关系不太好的时候 日本外相跟王毅见面 总共谈了一个小时 那主要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个就是核污水的问题 第二个妥善处理 就是这个日本学生在深圳遇袭事件 还有要管控网路上的反日言论 讲了巴巴巴 讲了很多 那这个王毅当然回应啊 回应讲了什么呢 其实总共就12个字 有了三个成语 第一个叫理所当然 第二个叫什么呢 第二个叫说到做到 第三个叫不要节外生之 怎么说呢 反对日本这个辅导核污水事件排海 理所当然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既然同意接受这个国际的检测安排 你就要说到做到 不要节外生之 所以你看到王毅是毫不留情的三句成语 可以说是把日本外相给怼了一顿 还说日方应该要冷静理性 看待跟调查处理这个日本学生预习个案 避免政治化跟扩大化 所以你就想今天这个场景应该是有点尴尬 日向巴巴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那王毅就是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老师一样 把这个孩子说了一顿 那另外一头 还有这个王毅在这个联合国大会 讲了这个中国拉共体 发表了谈话 四驾马车 他的第八轮谈话 那结束之后呢 出现一个很热 很特别的场景 这个是有动态影片 各国代表把王毅团团围住 在联合国 其实人气高下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大国政治 现实的一个表彰 你的外长到现在 是大意哄而散 有的时候不受欢迎的人讲话 下面就立刻夺门而出 但王毅不是啊 王毅讲完话之后 大家不但没有离场 还过去把他团团围住 跟他讲话照相等等 可见当然不只是王毅 包括中国位置的重要性 而另外一头呢 王毅的这个妻子 我们看到这个在国内亮相 他的妻子王毅很高啊 从这个照片来看 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 这王毅的妻子应该是身高 我在想大概至少有170 也很高 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外交学院的校友 那也参与很多外交活动 他都是以自己的身份出席 而不是王毅的追随者 那他也积极参与了 很多国际一脉活动 对儿童救助的方面 这个非常的热情 这个苑老师谈一下 这个王毅在国际间的表现 我先强调一下 王毅跟日本的关系 王毅长得很帅 王毅当过驻日的代表 大师 真的很帅 王毅本身是北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 日文系的 他日文非常好 早先的时候 他曾经在干台湾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过 他讲日文 可以说是 就日本本身 因为我有日本同事讲说 王毅是驻日代表中 就是说日本人印象最好 除了帅以外日文好 另外的话 做事情的判断各方面 他是外交部长的二没腰 那么这个是很不容易 日本的外交部长对王毅讲 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借着这个局势 来让王毅的话 有一点难堪 但是王毅借这个情况 就是讲到那个 不买你们的海产 是因为你们牌合物废税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后其实他想要扩大一下 就是说在深圳发生事情 深圳发生事情的话 中国本身态度来讲 是一个遗憾 我看了所有的消息里面讲 而且这个小孩 对日本人来讲 不管大家要怎么样讲的话 就中国本身来讲 要严厉地调查 但是在网路当中 对日本的这个言论当中 其实我觉得 日本应该检讨一下 因为日本始终没有对二战的时候 这个做一个道歉 就始终没有 我有的时候就很感慨 讲到就是2758 很多人都不了解 为什么台湾一定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我们遇险抗战 死了几千万人 那都是收回了东三省 收回了这个台澎 那这里面当然是有意义的了 其实说一句良心话 你刚刚讲八年抗战 我们有的时候讲14年抗战 我喜欢历史 从1931年 918开始的时候 日本就对华明目张短的侵略 那这段事情不能够一抹就掉 就是说你在网路上的言论 大家都一方面鼓励人家了解历史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说这个历史很难忘掉 我个人在这边讲的时候 我的内心都感觉到有点难过 就是说你国家不能不强 你知道不强的时候 我必须强调 刚刚讲了一大堆 我都不愿意表达意见 国际政治永远在实力上讲话 你这个周期飞带发出去了以后 突然大家就安静了 我们要讲都是以前在谈 你现在的话 这是周期飞带一发过去 好了 我也讲到王毅本身在联国大会 对 周期飞带一会儿 对 对 周期飞带一会儿 不是去要钱 就是要人 要武器 大陆这边的外交 我讲三点例子 让人家可以感觉到 大陆外交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首先第一个 整体而言全世界的大国强国 赞成世界和平的只有中国 其他的话就是 基本上不是跟着美国走 要不然就是不敢讲 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的话 中国的外交在表现上 尤其是中东的问题 就是从2023年的3月 拉近了这个沙特跟这个伊朗的关系 然后接下来的话 今年又开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话 的这个14个焦段团体的这个和平会议 虽然都中东问题很复杂 我也承认 但是的话为了世界和平 做一点人道主义上的努力 做一点的这种符合国际法的认知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举一个例子 就是刚刚才开完的 就是说是这个中非 中国与非洲的和平论坛 在北京召开的 实际上的情况的话 大陆外交成功到什么程度 非洲一共54国 除了台湾有帮交的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斯瓦 斯瓦地尼 斯瓦地尼 那个国王忙着选非以外 没来 其他全来了 那你就可以说明 就是你现在要讲的 开口闭口联合国 联合国基本上有 75%以上的这个国家 跟中国好得不得了 我都很奇怪 王毅怎么才被团团围住 他应该被隆重介绍 对不对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中国的外交 国防我觉得是武力 讲起来不要太直接 但中国的外交 做得可圈可以点 对于发生战争的话 要求停火 要求协商 要求符合国际法 要求合乎人道主义 对中东的问题 对世界各地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想到这种情况下 我再强调一遍 中国的外交的表现是可圈可点 所以你到联合国的时候 联合国里头 讲到2758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 周恩来就说过一句话 感谢我们的非洲朋友 这个已经说明一切 而且中国对于国际组织 长期来的耕耘跟努力 是有目共睹的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讲到说是 外交部长王毅受到欢迎 其实也就说明 代表国家的实力 我觉得外交场合 也是从实力出发 对 当然作为一位外交官 他的配偶 他的夫人很重要 因为很多外交场合 他的夫人居然还是 外交学院毕业的 对 这是很重要的学校 对 就是也是内行的 也是行内人物 基本上外交学院 对 他是外学院的 其实王毅非常辛苦 因为王毅大概 因为365天 我想200多天都在国外 都在海外飞 所以另外一半的家庭支撑 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他自己 他的妻子叫钱伟 也是学这个外交的 所以非常支持 这个先生的外交工作 然后王毅身高很高 你看到所有的照片都显示 他的身高跟王毅 没有差多少 也是高挑 你看这张照片就非常明显 然后打扮也向来非常朴素 但是是因为这个王毅的盛名所累 他所到之处 备受关注 那最近他曝光了一个 这个慈善活动 所以你就看到 虽然没有发布官方的讯息 就是这张 但是大陆所有在现场的网民 几乎每个人都上网 当然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赞美之词 讲他的气质很好等等 那非常的朴素 上面有这个红色五颜六色等等 打扮得非常朴素 他当然因为这个丈夫的关系 那他自己有他的学术成就 然后他喜欢用自己的身份出席 有独立女性的这个意识 然后对于这个国际的这个慈善活动 向来很热衷 这是王毅的气质 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最早先说王毅是长得很帅的 现在也很帅 对啦 因为我注意他这个外交部 住日的时候 日本人就喜欢他 就因为他帅 对这种 在大陆圈粉无数 对当然了 他本身来讲 能够做到第二度 做到这个外交部长 他无论是在这个能力 是在操守各方面 都应该是完整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